再來喔 後學親口後 遇到許多人 會問什麼原因親口 但後學 總不知該如何回答 只知該親口 應該親口 必須親口 所以請點傳師慈悲開示 有一個 一個人在問 我親口以後 剛好很多人在問 尾傳由來親口 但不知道怎麼回答 應該要親口 必須要親口 所以餒 要請地方師主筆 開始一個 我怎麼跟他說 後學親口以後 給他親口後 也碰到很多人問 也遇到很多人問 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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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答案 有不同的答案 那是不一定的 那是不一定的 叫應機說法 這應機說法 有的人 有的人 後學會跟他說 我會跟他說 吃素是一種潮流喔 吃菜是怎麼凋流 現在高級知識分子都吃素喔 現在高級地殖分子都是吃菜比較多 從健康的理由跟他講 對健康 對健康的理由來跟他說 有的人 有的人 後學會跟他說 我會跟他說 不殺生 不殺生 是慈悲心 是滋鼻心 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社會如果多一點慈悲心 這個社會如果多一點滋鼻心 就少一點殺氣 就少一點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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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社會就會更安定更和諧 這樣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安定更好客 好客就對了 還有的人 有的人 講這些都講不通 講這些講不通 後學就會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吃肉就會鬧死了 哈哈哈哈 這沒反應 沒辦法啦 沒那個名字啦 你比較好名 他就不敢叫我吃 常常在度人的時候 心求道人會說 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沒人看見 拜什麼拜 求什麼佛 後學該如何回答 很多人有這種觀念 很多人有這種觀念 所以人死如燈滅 人死就像有丁面 這是一種外道的邪見 這是一種外道的邪見 那麼我們面對這樣子的見解的時候 我們對著這種見解的時候 他如果執著說 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他如果執著說 他如果執著說人死就什麼就什麼 然後因為這個原因不要拜佛的話 因為這個觀念 不要來拜佛的時候 你要改變他說 人死了以後還有靈魂很困難 你要改變說 人死之後還有這個靈魂 真的困難 那麼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要拜佛 為什麼要求道 那麼你要跟他說 我... 為什麼要拜佛 為什麼要求道 你就要從縣事的角度 來跟他談 你要對現實的角度 來跟他說 像這種人 像這種人 很重視怎麼樣改變命運 很重視我怎麼改變這個名字 很重視家庭事業 很重視我們的家庭跟事業 很重視前途身體健康 很重視他的前途跟身體健康 這種人不能跟他講道理 這種人不用跟他講道理 講事實 講事實就好 告訴他 什麼人求到以前是怎麼樣不好 求到以後怎麼樣改變命運 舉實例 有名有姓有弟子 跟他說一些實例 說什麼人不求道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有真實的事情來跟他說明 這樣才可以做得了他 這樣才可以做得了他 十條大院 常常被誤認為發誓 實表台灣常常叫人 誤人說這是酒桌 導致許多人不敢求道 抵蘇文 很多人都不敢來求道 該如何回答才能夠圓滿 我們要從彌勒信仰這個角度來跟他回答 我們要從彌勒信仰這個角度來跟他回答 在佛說彌勒上聖經裡面 在佛說彌勒上聖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有說 釋迦牟尼佛有聽說 在末法寺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彌勒祖師 彌勒祖師 會在地球上面 會在我們地球上 建立一個大皈依處 建立一個大皈依處 讓我們這個地球的眾生 讓我們地球上所有的眾生 有機會能夠皈依彌勒佛 有機會他來皈依到彌勒佛 然後往生兜率內院 聯合王生對我們 跟彌勒祖師同在 跟彌勒祖師來董災 等到彌勒祖師要下生 跟彌勒祖師來董萊下生 要化縮婆土為蓮花幫的時候 來化縮婆土為蓮花幫的時候 大家一起下來 我們跟彌勒祖師一起下來 來搭幫助到 來打幫助到 來完成這一大事因緣 來完成這一大事因緣 但是要歸於彌勒佛 但是要歸於彌勒佛 要往生兜出來內院 往生兜率內院 在彌勒上生經裡面有條件 在彌勒上生經裡面有條件 所以彌勒上生經 所以彌勒上生經 就是要上生到彌勒的淨土去 就是要上生到彌勒的淨土裡面 要怎麼樣做呢 要怎麼做呢 經典裡面講得很清楚 經典裡面講得很清楚 要在彌勒佛的向前 在彌勒祖師的面前 要持八戒齋 什麼叫持八戒齋呢 什麼持八戒齋呢 他說要一剎那之間 在一剎那之間 能夠持八戒齋 可以持八戒齋 六根清淨 六根清淨 我們傳道的時候 整個傳道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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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你六根清淨的 就是讓你守戒的 就是讓你守戒的 就是讓我們修改 不用長 不用長 就在那一短段的時間之中 能夠做得到 就讓我們做得到 暫時的六根清淨 暫時六根來清淨 還有第二個條件 發紅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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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剎那請 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是在那個 很短的時間來 能夠 聚足這兩個條件 可以集中這兩個條件 十八戒齋 七八戒齋 六根清淨 六根清淨 發紅事怨 發紅事怨 大四大怨 大四大怨 所以我們有發十條大怨 所以我們有發一個十條大怨 而且有利很重的大四 所以我們要入一個十條大的社會 不能了願的話 如果不能了願 願受天譴 願受天犬 無雷風聲 無雷風聲 所以這個就是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就是有符合這個條件 只要符合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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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摩尼佛有講 釋迦佛祖提供 是人命中 這個人命中的時候 彈子請 就是像彈個指頭這麼快的時間 就到了彌勒都出來內院 看到彌勒 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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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彌勒祖師已經打下的基礎 這是彌勒祖師所打下的基礎 你就這樣去講就好 我們這樣講就可以啦 他如果還是不能接受的話 他如果還不能接受的話 那彌勒祖師也沒辦法 彌勒祖師也沒辦法 後學深知一貫弟子之天職 沖地一貫地主的天節 就是渡人 就是渡人 但是常常遇到口頭答應 但是常常遇到口頭答應 到時卻只有自己在唱丹無人 我們還是常遇到啦 若要求或者說請求留下電話 總推說人常不在家 留電話也沒用 加以婉拒 常常遇到說 請他留一個電話 但是他都給他提供了 他常常沒在家 所以留電話也沒用 因為是貧水之源 因為是貧水上方 所以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也無法登門造訪怎麼辦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裡 我正門做訪 來訪問到底是怎麼樣 後學想了解是說 渡人他不來還是求得到以後 走了就沒有留下電話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問題到底是 想要留個電話啦 再聯絡他也不肯留 如果是喔 現在兩個後學都來回答 如果是呢 你要去渡人 在路上要渡人 他不來 你要留電話 他也不留 那你已經盡力了 你臉皮已經夠厚了啦 已經老主事已經覺得不錯了 這些孩子很乖啊 夠了 不要要求太多 如果說還沒求到的時候 請他留電話 他就不留 叫他來他也不來 叫他來他也不來 那沒關係啦 那我們已經盡力就好了 那不用他勉強 那如果說他來求到了 不肯留電話 地址 那是說已經求到以後 他不肯留電話地址 那也沒有辦法 那也沒有辦法 你強迫要留人家的電話地址 那會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們如果強迫要留一個電話 那是地址的時候 這樣讓人家的電話拍印象 所以說 合掌令歡喜 所以我們合掌令歡喜就好了 祝福他就好了 我們祝福他就好了 不管怎麼樣他有求到了 不管如何 他已經後立就到了 實際姻緣到了他就會回來 時期姻緣到了他就會回來 後學在台北 在台北 開了一個經典班 開了一個經典班 是社會大眾的班 結果很多人來開上課 結果很多人來上課 這些人來上課 裡面差不多有一半 這些人來上課 其中有一半 都是以前求過到的 都是以前求過到的 但是沒有在接近道場 但是都沒有在接近道場 時候到了他就回來了 時間到了他就回來了 所以有求那一下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求那個當下就不一樣了 上天就會安排很好的因緣給他 好像一隻魚啊 對 一尾魚仔一樣 他吞了勾了 吞了魚勾了 吞了魚勾了 那個線啊沒有斷 這個線如果沒斷 這叫天命金線 這叫天命金線 放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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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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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沒有力氣的時候 但他沒我們的時候 老祖師就要收線了 我們老祖師就給他收線了 收的收的他就回來了 收的收的他就回來了 他就給他釣到回來了 哈哈哈哈 想要度陌生的對象 但心中那種唐突貌似的感覺 總讓人裹足未潛 常常要做一些那些 不實際的對象心中 都會覺得說這樣 覺得這樣真不好意思 好像覺得說 就不敢來向前 常常聽天賢慈悲說 你是要去救他的 又不是要去害他占他便宜 常常聽我們一位說 我們是要求他的 又不是要害他的 又不是要占他的 又不是要占他的便宜 這種理由好像很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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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總是覺得 好像腳上綁著千斤的錘一斑 但是也覺得說 腳不可以扣到千斤封一樣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沒辦法 用這麼好 這個難關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這個難關哪能突破的時尊 可以不害怕說受人家侮辱 不怕人來給他們補救 不怕受人家懷疑 不怕人對我們的懷疑 不怕受人家傾視 不怕人對我們的傾施 還要去救人 還要去救人 還要去度化他 還要去度人 不管你度得到度不到 不管我們度得到度不到 當你走上前去 只要我們走向前去 誠心的去度化他的時候 先不管這個事情會不會成功 不管這事情是不是可以成功 你不要有得失心 我們不要得失心 只要你去做了 只要我們去做了 你的業障就消了 我們的業障就消了 這不是後學說的 這不是話說的 金剛經裡面有解 這金剛經裡面有說 如果要去度化眾生 如果要度化眾生 回歸無為大法 回歸無為大法 讓他無所助而生其心 讓他無所助偽生其心 結果還要受人傾見 結果還要受人傾見 輕視 輕視 侮辱你 侮辱人 那麼你這個人呢 你這個度人的人呢 我們要度人的人呢 先事有罪業 先事有罪業 這個罪業是可以讓你度到惡道受苦的 這個罪業可以讓人度到惡道受苦的 而以金氏呢 這輩子呢 而且咧 我們今天這四人 為了要度化眾生而受人侮辱 為了要度化眾生 以來受到人的無虐 那麼你掀飾這麼大的罪業 我們過去世有這麼大的罪業 當下就消滅了 當下就可以消滅 而且還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而且還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絕 而且還可以得到無上正正的正確 金剛經裡面有說 這是金剛經裡面所說的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我們度化眾生 我們在度化眾生 慈悲心去度他 自鼻心去度他 救人結果救己 救人結果是救到我們家庭 不管他救得上岸救不上岸 不管救他救得到是救不到 只要你去做了 只要我們去做了 你的業障就消了 我們的業障就消了 釋迦摩尼佛如是說 這是色驗摩尼佛這樣說的 不是郭敏義說的 不是我們郭敏義說的喔 這是佛罪 所以為什麼腳上好像綁著千斤槌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腳不能摸到千斤腿 業障綁住你啦 這是業障跟我們 堅調戲啦 我們要了解齁 不讓你去做這個大好事 業障今天不讓你做這個好事 不讓你消這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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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他拚了 所以我們要拚 走不動也要往前走 走不動也要往前走 面空耳赤講一句 面子紅旗旗也要跟他講一句 都真好快來給我 有信心嗎 有 天道地址是完全奉獻犧牲 天道地主是完全的這個犧牲奉獻 但是與世俗公立的社會 但跟我們世俗公立的社會 完全是異類 完全是不一樣 不可能馬上接受 渡人求道 不可能馬上接受 渡人求道 對方更聽說 求的是一貫道 對方更聽說 所求的是一貫道 可能是以前關考的邪教等等 可能是以前關口的這個 寫稿頂頂頂 如何用最短的時間 便能讓人認識天道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來 對方讓人了解認識 就是說我們所求的是 尊利天道 接受一貫道 來接受到我們一貫道 甚至於能夠求道 甚至於 會在頭來求道 唯一的辦法 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的誠心 慈悲心 因為這個世間 因為這個世間 道理人人會講 口才一個比一個好 交際應酬的技巧很多 高座應酬的這個機械 真的是這個 世間唯一缺乏的是什麼呢 世間唯一揮發的是什麼呢 真誠 就是這個真性 慈悲 嘴鼻 所以 所以 在茫茫人海中 在茫茫人海中 突然看到一張很真誠的臉 突然看到一個真正的性困的臉 很慈悲的臉 真正的嘴鼻的臉 這是最能夠感動人心的東西 這是最能夠感動人心的東西 比講什麼話都好 比你說什麼話更好 所以你要去度化眾生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度化眾生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夠不夠誠懇 你要問我們自己 是不是真正的性困 夠不夠慈悲 有夠慈悲嗎 只要拿出這個東西 只要拿出這個東西 一定可以感動眾生 一定可以感動眾生 一句話都不用說 一句話就不用說 他就會覺得很吸引人 他就覺得很吸引人 他就覺得很吸引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被你吸引住了 他就覺得說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去讓我們吸引到了 因為這個社會太絕華這個東西了 因為這個社會太缺 太缺到這個東西 好像在沙漠裡面 就像在沙漠裡面 突然看到一個泉水 突然看到一個泉水 他深不由煮的就會靠進去 他深不由煮的就會怕我 這個泉水就是你的慈悲心了 這個泉水就像我們的滋鼻心一樣 所以要在最短的時間 讓人認識天道 所以要在最短的時間 讓人來認識天道 讓他求道 讓他求道 要把你所有的技巧全部放下 把你真誠的心拿出來 把你慈悲的臉孔擺出來 把我們滋鼻的臉孔拿出來 他自然就可以接受了 他自然就可以來接受 如果遇上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 不然我們來突破到他的心理障礙 可以來求道 告訴他來受洗嗎 他說叫他來受洗 來洗禮就對了 告訴他這是上天天賦的慈悲 他說這是上天天賦的慈悲 聖母瑪利亞就是老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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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就是明明上帝 耶和華就是明明上帝 沒有騙他 我們沒有騙他 尤其聖經裡面有講 尤其聖經裡面有聽說 受洗有兩種 受洗有兩種 一種是用水來洗禮 一種是用水來洗禮 現在的天主教徒 現在的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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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水 都是用水 天主教呢 天主教耶 神父 神父 他用手沾水 他用手來問水 在你的臉上畫十字 在他的臉上跟他畫一個十字 這叫受洗 叫你找到你自己的十字架 叫他找到自己的十字架 但是在聖經裡面有講 在聖經裡面有聽說 未來救世主要來的時候 未來救世主要來的時候 用火和聖靈來為你們做洗禮 用火和聖靈來幫你洗禮 所以我們用佛燈 所以我們用佛燈 典傳師呢 典傳師呢 是彌勒祖師師尊師母 是彌勒祖師師尊師母 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 諸天神聖 諸天神聖 借他的身體 就他的聖苦 來點道 來點道 這叫聖靈來洗禮 這叫聖靈來洗禮 基督徒都知道 基督教徒都知道 最神聖的洗禮 最神聖的洗禮 就是火和聖靈的洗禮 就是用火和聖靈的洗禮 你要告訴他 我們要告訴他 我讓你接受救世主來臨的 我讓你接受救世主來臨的 火和聖靈的洗禮 火和聖靈來洗禮 神會在你的額頭上留下印記 神會在你牆頭上留下印記 就像聖經上面所講的 就像聖經裡面所講的 末節來臨的時候 目督來臨的時候 這個事件有很多的災禍 這個世間有很多災惡 很多的鬼神 很多的妖魔 很多的妖魔 都奉了耶和華的命令 都奉到耶和華的命令 來到這個世間 懲罰惡人 來處罰到這個惡人 很多的災禍隨時會降臨 這麼多災惡隨時都會來臨 唯獨有 額頭上 有神的印記的人 有神的印記的人 不會受到傷害 不會受到這個傷害 今天我們帶你來受洗 今天我帶你來受洗 就是讓你在額頭上 留下神的印記 留下神的印記 記號就對了 開啟你 通往天堂的窄門 通往天堂的這個惡門 得到永生 逃過末節 讀過這個月 這是最大的胡音 這是最大的福音 我現在向你傳胡音 我現在向你傳到這個福音 希望你能夠珍惜 希望你能夠來臉書 天國進啊 跟我來吧 對我來 像不像牧師在傳道 來我先保住喔